接連爆炸聲響撤基輔夜空 俄羅斯在12月16號 趁夜出動無人機 襲擊烏克蘭11個州 其中30架被擊落 當天稍早 赫爾松已經有間醫院 遭到俄羅斯無人機攻擊 造成因為醫生受傷 烏冬在俄羅斯掌控下的盾內刺客 則是有除油槽被炸 目前還不清楚是哪方所為 就在烏俄持續交戰之際 即便烏克蘭有望加入歐盟 西方國家對烏克蘭的軍費金援 卻卡關 不只美國因為共和黨反對 歐盟對烏克蘭的財政援助 也因為匈牙利的否決 要延到2024年初 再召開會議討論 而所謂替代方案之一 就是先前G7已經多次揚言 要動用俄羅斯被凍結的 三千億美元約台幣九點三九兆的主權資產 來禁援烏克蘭 並且促使俄羅斯結束侵略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G7官員近幾週 對如何符合國際法的動用這筆資產 進行密集磋商 如果G7真的動用俄羅斯主權資產 將為西方對抗莫斯科的金融作戰 開啟新篇章 禁新聞 讀一馬路高 周成為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